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无上圣圣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第六课 讲到天花庙宇的庄严 也是讲极乐世界的一报庄严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报的庄严 第七课 叫做法因庄严 这个法因庄严是 一切庄严当中 最无上的庄严 这个世间 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是使人进步的 这个真正的庄严 是能够净化 我们的身心 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的品质 得到提高 西方极乐世界 它所有的 一报的存在 正报的存在 都是使人进步 而不会使人退步 所以这法因庄严 就是以法 以说法的声音 使自己的生命 变得有尊严 我们大家看经文 副次舍利福 彼国常有 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鹤孔雀 鹦鹉舍利 嘉林平且共命之鸟 世诸种鸟 昼夜六时 出荷雅音 齐音演唱 五根五立 齐菩提分 八圣道分 如是等法 齐土众生 文是音语 皆惜念佛 念法 念生 这个是法因庄严的 第一部分 总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证明法力 就是它的极乐世界 所表达出来的法的利益 到底有哪些 第二部分是真事服役 有人怀疑 要解释 第三是丰树的声音 第四是总结功德成就 那证明法力 佛又再一次叫舍利福 他说彼国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安乐果 常有 这不是短时间的有 是常有 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这个 常有就是 长期都有 不会间断 这个种种奇妙的杂色之鸟 按我们现在看 好像 这个鸟这么多 像不像动物园里面 动物园很多人也会去看 很漂亮 有些鸟呢 确实长得很漂亮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 也有很多的鸟 也很漂亮 这个杂色之鸟是哪些呢 白鹤 孔雀 鹰无舍利 嘉领 平且 共命之鸟 这个 列举了 这五种鸟 这五种鸟都是 色者 分明 白鹤 就是 仙鹤 表示 洁百无瑕 孔雀呢 是彩色的 就 花纹 非常有条理 不会杂乱无章 看去呢 令人 有这个秩序 鹦鹉呢 它是可以 学人讲话的 就是 能够跟人沟通 那舍利呢 就是 丘鹿 大家读那个 新经啊 都叫舍利子 或者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舍利福 这个舍利两个字呢 也是一种鸟 舍利福当时 为什么叫舍利福 就是因为 他的母亲 这个眼睛啊 非常漂亮 就像 丘鹿的眼睛 这丘鹿 我也没看过 其实据说 这个丘鹿的眼睛呢 是非常漂亮的 那他的母亲呢 长得非常漂亮 所以叫丘鹿 那这个舍利福呢 是他母亲的儿子 所以叫 丘鹿子 丘鹿子 所以叫 樊文呢 叫舍利子 不是我们人烧 火化的那个舍利子啊 就是舍利福 就叫舍利子 舍利就是丘鹿的意思 那我们人火化的 那个舍利子呢 翻译过来 叫兼顾子 兼顾 这道德兼顾的意思 那么舍利呢 这里指的是 漂亮的眼睛 鹦鹿呢 是漂亮的嘴巴 嘴巴能够模仿别人 是漂亮的嘴巴 嘉宁平且 共命之鸟 这个嘉宁平且呢 是两头鸟 两头 两个头 中间是身体的 有吃 吃进去 不会拉出来的 没有屁股的 这样的鸟 这个也是稀奇的动物 这四株种鸟 这么多的鸟呢 昼夜六时出荷雅音 它们发出来的声音 都是和谐高雅的 一般来说 高雅的声音呢 有四种特质 叫和雅哀唱 哀 就是好的音乐啊 你听起来会流眼泪的 会有伤感 会有悲哀的感觉 当然 它有悲哀的感觉 生起来呢 它不会让人感觉痛苦 所以人有时候 感动的时候 也会掉眼泪 那这个时候 你不会痛苦 这叫和雅哀 叫哀而不怨 你有哀 但是不会怨 第四个呢 就是唱 就是流唱 顺唱 就是你听完这个音乐以后 内心非常的舒淡 而不是堵在那里难受 它叫和雅哀唱 称为和雅之音 和呢是 没有这个 就是和谐的声音 协调的声音 没有怪音 没有各种 不和的音符 在里面 叫和 雅呢是指高雅 让人感觉 听了这个声音以后啊 不会产生一些 乌错的想法 坏的想法 烦恼的想法 不良的想法都不会有 人会变得很高雅 那这个五种鸟 列举了五种鸟啊 就是代表了五分法身 这五分法身 极乐世界 它的 依报的呈现 实际上 就是阿弥陀佛的自信 清净 彰显出来的 因为我们大家的自信 也很清净 阿弥陀佛的自信 也是一样的清净 但是阿弥陀佛的自信 清净 加上了阿弥陀佛的 这个 四十八大愿 愿力 感召的 极乐世界 我们大家的自信 也很清净 但是我们的愿力呢 都是贪嗔 持慢 以烦恼 所以我们感召的是 这个世界 这很公平 你看看 经常有人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为什么会有一本难念的经 因为这一家人 都很难搞定 所以他就有难念的经 如果你每个人 都很好搞定了 这个经就好念了 他就不难念了 极乐世界呢 是诸上上人聚会一处 所以他的经念起来 就很舒服了 就没有不和谐的地方 那我们大家 自己的内心的 清净自信 与否无二无别 但是我们的行为习惯 确实有很大的偏激 自私 不守规矩 不讲信用 发出来的声音 有不和谐的声音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世界 感受到的是 娑婆世界 是会土 因为内心有很多 不良的愿望 就污秽的愿望 所以感召的是污秽的 这个娑婆 是受苦的世界 如果我们的内心清净了 加上你的愿力也清净 你感召的就是清净的净土 这就是因缘结合 产生了果 叫因缘果报 我们大家的因都是成佛的因 但是我们的缘搞坏掉了 我们的内心的攀缘 内心生起来的那些念头 搞坏了 所以你感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那么 按五分法身看 白鹤就是指戒 戒律清净 所以截白无暇 用白鹤来比喻 定呢 就是孔雀 孔雀的花纹是有序的 它每一根羽毛 大家都看过孔雀 开屏的时候是非常漂亮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内心安定了 他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有序 该睡觉的时候睡觉 该干活的时候干活 走路的时候也不会一惊一乍 那么家里面长幼有序 这就说明这个人家庭稳定 家庭稳定 你会长幼有序 如果长幼无序了 这个家就不安定了 夫妻之间有序有规矩 那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稳定 如果一个人不守规矩了 他就不稳定了 这个就可能要出轨出问题了 出轨就是无序 离开这个轨道了 所以他就乱套了 所以这个孔雀呢 是代表稳定 极乐世界是非常有序的 所以定相 界定 鹦鹉呢 是会 鹦鹉为什么是会 因为鹦鹉啊 你给他讲什么 他会学什么 什么声音他都能学 我们说这个人啊 你看他这么会说 他自己做不到 那叫鹦鹉学舍 所以我们讲 十人雅慧 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呢 这些经典都是佛菩萨 祖师大德 告诉我们的 我们呢 也把它拿过来 跟大家说 这叫鹦鹉学舍 这个学舍学的也是智慧啊 如果没有智慧 我们也不想听呢 所以这个鹦鹉呢 是代表智慧 另外一个就是 鹦鹉他内心 并没有这个意思 他只是 你说什么 他给你学什么 空谷回鹰一样 所以一个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啊 他没有成见 鹦鹉是没有成见的 你要有成见的 告诉你这个字 你把它想歪了 讲别的 所以这个中国古人 有一句话讲 这个教书教不好的人 叫他什么 叫造本宣科 所以你这个人 怎么教书的 是造本宣科 拿着那个课本 列下来 也没有给解释解释 那我呢 给他们讲 佛学院讲课的时候 我要介绍 我是谁 我说我叫达赵 达就是达人之命 造就是造本宣科 这个对联还对得上 很工整 很对账 达人之命呢 是我知道我干什么 你们之命吗 这达人才之命的 不达人是不之命的 你命运掌握在 自己手里的人 才叫达人 达人之命 知道自己的命运 以后会怎么样 其实大家也可以 问问自己 你的心怎么想 你未来的生命 就会怎么样 你内心有抱怨 你以后的命运 也会有怨 你内心没有抱怨了 已经平和了 你未来的生命 也会是平和的 每一个心力 生起来都是如此 所以达人 他就知道自己 未来的命运 会是什么 所以达人之命 造本宣科呢 我告诉他们是 有什么说什么 这个本有什么 我就说什么 造的这个本 我们的本来 面目是什么 佛经里面 本来告诉我们 什么意思 我就把这个意思 告诉大家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个造本宣科 还是个好老师 不是一个不好的老师 所以造本宣科 所以这个鹦鹉呢 它有造本宣科的意思 它没有把原来的意思 改变掉 就是有什么 就能说什么 所以代表会学 就界定会 这个舍利呢 秋露啊 它是眼睛看到 以眼为美 这个鹦鹉呢 是耳 这个舌头 以声音 声音为美 这个声音美了 你眼睛 你看到的 也能够美 所以这看到什么 就是看什么 都能清净 都能看到一个 美丽的世界 这叫解脱 人要解脱啊 你不解脱 你整天看到的 都是烦恼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念佛念多了 看阿弥陀佛看多了 想阿弥陀佛想多了 你发现看什么 都叫阿弥陀佛就好了 这个好事坏事 你都叫阿弥陀佛 那个坏事 本来想找你麻烦的 你给他一叫阿弥陀佛 他不找你了 他找别人去了 这个世界很奇怪 那个人想骂你了 你如果跟他对骂 你越骂越起劲 那问题就解决不了 他骂你 你说阿弥陀佛 再骂 再阿弥陀佛 他跟你这人骂 没意思 你不跟我对骂 不对骂的 他就不跟你骂了 所以 这个解脱啊 是你要有解脱的知见 以解脱的知见 来 解定会解脱 解脱的知见是驱使解脱的最好的办法 那么解脱的知见要 什么要才叫解脱的知见呢 是两头都故道 这才叫解脱的知见 什么叫两头都故道 我这个手放在这里 告诉大家 你们看见我的手是白的是黑的 你的手心是白的 我说不对 我看到手我是黑的 然后两个针 你说能针得完吗 你看见的就是白的 我看到就是黑的 然后你说我看见的 亲自看到的 我说我也是亲自看到的 亲自看到的也是错的 你不要以为亲自看到的 就是对的 所以这个 凡夫所有的真值 所有的烦恼 都是你只看一边不看第二边 你如果换一个角度 换位思考 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一想 完全想通了 这才叫解脱的知见 所有的家庭矛盾 人际矛盾 对事业的矛盾 做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 你就没有站在两边看 你站在两边看 一点意见都没有 比如说我们站在 我们的东方文明 看西方的文明 觉得他们有很多的局限 当然他们站在西方的角度 看我们也觉得 我们有很多的局限 如果你两边都把它 招过来一看 你发现 谁也没局限 就是你站的那个角度 有局限 角度一有局限 你一固执 你就错了 你不固执还好 不固执 你大不了说 好像你也对 不过我感觉 我还是挺对的 你如果说 我是对的 你肯定是错的 因为我看见是黑的 你看见是白的 黑白是 是矛盾的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 加令平且 共命之鸟 这很要紧了 为什么是加令平且 它两头鸟 两个头看 两个头朝两个不同的方向 都要看 朝里也要看 朝外也要看 所以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你先有一个头看看自己 当你觉得自己很自卑的时候 你也有个头去看看别人 你看看这个世界的人都差不多 给你好的平台 你也会唱好戏 给你坏的平台 你好戏也唱不了 就是每一个人 他的生活 他的环境 都有他的因缘果报 所以要想人钱显贵 就得按理受罪 按理没有受罪 人钱就不可能显贵 因为你付出的代价 比别人不一样 比别人多 别人在干活的时候 你还在睡觉 所以当别人跑到台上的时候 你还在台下爬 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由他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地转换来的 修行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五分法身 是代表佛法的所有内容 就是以戒定慧 这三个为基础 那能获得解脱 乃至解脱的知见 真正解脱的知见是什么 是既看到生死的轮回 又看到不生不灭的真如本性 这叫解脱知见 解脱是指 只看到解脱 没有看到生死 所以阿罗汉 他正式过阿罗汉以后 我身已尽 放恨以利 所作一半 不受后有 就是轮回生死的问题 我已经搞定了 我再也不来轮回了 太苦了 他解脱了 叫第四分 那解脱的知见呢 就家令平且共灭之鸟 他既要看到解脱 就是有智慧 不住生死 他解脱了 同时他有慈悲 不住涅槃 他又跑回来了 其实不是跑回来 他回来是倒架 持寒度众生 可不是我们 跑了半天 跑上去又掉回来 又掉到轮回当中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他已经无我了 从此他的生命 再也不会舍弃 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大乘菩萨 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我们发了菩提心愿以后 我们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 你千万不要说 那个人太讨厌了 我成佛 我也不渡他 你这样子 你就不是菩提心 而且你 只要有这个想法在 你永远都成不了佛 所以周围 如果心中有怨恨谁的 你赶紧把这个怨恨 解冤事解 把它解开 就不要怨恨谁了 因为你怨恨了那个人 你这个怨恨 就使你永远成不了佛 这个亏之大了 你把这个怨犯掉呢 你成佛的希望就有了 所以他是两边 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家里面 而且共鸣之鸟 所以这么多四足重鸟 这五分发生在这里 表现为极乐世界的这种鸟 所以他昼夜六时都能出和雅音 什么是和雅音 声音轻的重的是和谐的 高的低的是和谐的 一个声音跟多种声音 就是当作当咒 独咒 演咒啊 独咒 跟这个交响乐 咳哩宽浪的敲得乱七八糟的 听起来也是非常美妙 这叫和雅音 所以世间应该有不同的声音 极乐世界绝对是言论自由 它所有的声音都是和谐的 我们这里因为 这个有些声音发出来 会伤害众生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这个说话的时候呢 要非常的谨慎 这些和雅的音 背后 它透露出什么消息 说七音演唱 五根五粒七菩提分八成道分 如是等法 这个五根五粒七菩提八成道 实际上就是三十七 这个三十七叫什么 道品 三十七道品分开七颗 这七颗当中呢 叫四神着四如意 四虐处 这三个是基础 然后五根五粒七菩提八成道 五根五粒就是性敬虐定慧 所以你看 它前面的白鹤恐雀 鹦鹉舌利家庭品且 这五种鸟 五分法身 一落实 那么在五分法身 具有的情况下 它听到的声音 它看到的人士 它要表达出来的语言 全部都是增加你的信心 增加你的前进 精进啊 信进 增加你对正法的 正能量的一种意念 就我们的心念是有力量的 大家在和谐的状态下 你的内心生起来的会是一个正的能量的念头 如果你不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下 比如说你生病 痛得要死 告诉你 念佛 念佛 痛都痛死了 念什么 你 他不和谐了 他受不了 但是你很和谐的时候呢 说哎呀 你很开心了 你对佛菩萨有感恩 那个时候很容易生起来 就是和谐的环境下 你容易生起正面的念头 如果不和谐的这个环境下 你的内心就力量不够了 所以极乐世界呢 它是力量足够的 到那里都是好人在一起 所以它的每一个念头都是正念 性静念 定和会呢 正好前面的五分法神就有 就是因为声音是和谐的 所以再吵的声音 你都觉得是美好的 我们平常如果听到声音 大吼大叫是受不了的 但是你的那个音乐厅里面 那个声音越响 那个音波声波冲过来 会把你的身心都粉碎掉一样 你就感觉特别美好 因为平常我们对身体执着太重 你如果没有听过那种 大大型的那种音乐 那个几十个上百个人 在那里演奏的那个乐器 你觉得那个声音 就会把你粉碎掉 我们平常固执太重了 你粉碎掉呢 整个声音就轻飘飘的 飘飘然了 那个声音你就融入在音乐当中 所以它非常美妙 就是你的心非常安定 你对生命就会有更深的体验 人的智慧高不高 就看你对生命的体验多不多 你对生命没有体验 你的智慧就很少 所以人又说需要受点苦 因为受点苦 你对苦的人才会有理解的能力 你对周围的人都能够理解了 你的智慧就有了 你对那些人不理解的 那个神经病跑到你前面来 你气都气都要死 然后你对他又不理解 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情 你对他们如果也能够理解 那么到这里呢 你也不会烦恼 也会增加智慧 所以五根就信尽涅定慧 扎在他的内心当中 成为你生命的根 由于这个根的存在 你的生命的力量就有了 就对佛法的信心 对正法的信心 对正法的意念 对正法的精进 对正法的场定 和对正法的智慧 这个力量啊 一点一点的就培养起来 所以极乐世界呢 它是因为外在的环境 就能促使你进步 所以到极乐世界是 未登补处啊 直到成佛不会退转 不会退转 为什么不会退转 环境没有让你退的因素在里面 大家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退步的因素在哪里 退步因素有很多 在我们这个世界 人际关系不回去 会让你退步 你会没意识 身体出毛病了 你会退步 受不了 思想混乱 没定力的时候 你会退步 然后呢 体力不支了 比如说 晚上打坐 做得好好的 体力不支了 打瞌睡 要睡觉了 要休息了 你会退步 一天到晚都在那里睡觉 睡睡睡了 最后 你精进心要升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世界 有很多因素 会让你退步 而极乐世界呢 没有让你退步的因素 这个五根五粒 七菩提 就是 责法 精进 喜 清安 虐定 行舍 就 因为环境没有退步 所以七菩提 也是 让你一直在菩提道上 不会退转 还有八生道 就是正见 正思维 正与 正业 正命 正念 正精进 正定 这八个 这八个也是从正见的智慧开始到最后正定的修学 就是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五分法身 如是等法 指的是大臣 所以我们看经书 大臣佛法讲 如是我闻 特别是法华经中 佛告诉我们 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所谓诸法 如是相 如是信 乃至如是本末 究竟等 那个如是 如就是如如不动的真如本体 是 就是当下就是 正体之后 你当下就是 极乐世界的所有的情景 它的本质都是如如不动 在如如不动的状态下 呈现出来的极乐依正的庄严 都是恰到好处 这叫是 那我们现在大家因为有贪着 有烦恼 所以对生活存在的状态 我们往往觉得 没有恰到好处 没有恰到好处 觉得好像总缺一点 多一点 天天在那里调节来调节去 总是不够满意 但极乐世界的所有存在 都是恰到好处 这叫如是 对于一个开悟的人 或者明白真如实性的人来说 我们的现实也是恰到好处的 但是那要明悟见信之后 才能达到 我们仿佛达不到 所以我们仿佛还是 到极乐世界 直接花开见佛 能体验到如是等法 就是大小成 一切法都在里面了 那么企图众生呢 它的依报环境 这个法你看 长期如此 所以在极乐世界的国土的众生 文是音语啊 听到这些声音以后 皆惜念佛念法念生 这个念佛念法念生 也是念这个界定会 解脱之间 就是以三宝 作为生命的真正的归宿 念佛就是决性 在极乐世界的众生 他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决性 所以他明误了自己的决性 那同时呢 他念法就是 内心生起来的 没有任何伤害的味道 对治他都不伤害 念生呢 是清静 就与净土不停的相应 这归一三宝 大家把三宝 作为我努力的方向 作为我的老师 这是我们 刚归一 刚学佛的目标 已经定好了 但是诸位要知道 你真正达到 归一三宝的那个量 也就是说你真正做一个 非常合格的 归一三宝的人 谁能做到 成佛才能做到 因为归一佛 就是归一决性 归法就是正 归一生就是清静 觉正静这三个 圆满具足 只有佛 所以我们大家呢 是有那个方向 是归一三宝了 然后我们不停的努力 所以从现在 直到成佛 都是在 归一三宝的 这条路上走 所以这个方向 明确了 是在这里 所以净土法门 你看 到极乐世界以后 他都能够 接西 全部都能够 接就是全部 西也是能够 就全部能够 念佛 念法 念身 其他的杂念 就不会再有了 这是 证明法的利益 他的 一报 庄严 就这样 法的利益 其次呢 是 有疑惑 怎么解决 大家看经文 舍利弗 如物为此鸟 时事罪报所生 所以者何 彼佛国度 无三恶道 舍利弗 其佛国土 善无恶道之名 何况有时 世诸众鸟 皆是阿弥陀佛 欲令法因 宣流 便化所作 这是舍利弗啊 这个 释迦牟尼佛 又叫舍利弗了 因为一讲前面 有这么多鸟 那么通常的人 就在想 鸟不是畜生吗 畜生道的众生 极乐世界 怎么也有畜生啊 那不是 那怎么还叫净土呢 还有三恶道 畜生是三恶道 还有三恶道 那怎么会是净土呢 很多人心里 就马上会有这个怀疑 就生起来了 所以佛呢 就马上要解答事业 解释这个怀疑的 说乳物为此鸟啊 你不要心里想着说 这个鸟 实是罪报所生 因为 在我们这个世界 鸟是所谓畜生 畜生道 三恶道是所谓罪报所生 三恶道是所谓罪报所生 三恶道 它叫恶道 就是罪业才能够下去 三恶道呢 是上报所生 所以我们人 不应该是 受苦的 人是应该快乐的 因为 得到人生 是有上因感召的人生 不应该是 有苦的 可是我们得到人生 有很多的苦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得到人生的时候 我们过去在得人生之前 已经种下了很多的恶因在那里 我们真正来到人生的原因 不是因为造恶 是因为行善 大家要记住 只有行善才能得到人生 这五戒 守了 你才能得人生 五戒一条都不守的人 人生保不住 这是得不到人生 所以得到人生 是你有行善 但是你行那个善 背后 还带着一些恶的东西在里面 因此你得到的人生 虽然得到了 还是受一些苦 所以因跟果 它是完全相应的 那么三恶道 直接是有罪过 行恶是下三恶道 行善是三善道 当然三恶道当中 最大的恶就称恨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恨 有恨谁 恨就是最大的罪过 是下地狱的 那么汤玉的欲望 得不到的时候 感觉到痛苦 汤玉它的果报 是在恶鬼道 那么鱼吃是在畜生道 鱼吃 你看鸟啊 猪啊 狗啊 这个蛇啊 这些动物啊 基本上都是横行的 横在那里行的 横行霸道啊 我们说这个人 这个横行霸道 有一次我师父跟我说 他说现在的人 越来越愚痴了 我说为什么 你看现在人 他的这个读书的时候 那个文字都是横过来的 我们中国古人读书都是树的 树着的 树着就是人 站起来的是人 现在都横过来了 横过来就横行了 这个树下来的人 读书呢 都是点头的 读圣贤的著作 所以我们点头的 对呀 对呀 这样一排 一排的读 那横过来都知道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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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横过来读 所以现在的很多人 学生都不听老师的话 为什么不听 他老师在那里摇头 不对 不对 所以他就叛逆了 过去就孝顺 点头就孝顺 这个文字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看我们人都是竖起来 大丈夫男子 还有顶天立地 都是站起来的 你要是横闲 你就是畜生 当然 站起来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你的头在最高的地方 你把头脑 头脑是代表智慧 你最尊重智慧 你的境界就是会提高 所以你会站起来 头会在上面 如果你 把头放在跟屁股一样高 那你就畜生了 你看牛 他的头比屁股还要低可能 所以现在有些人说 屁股决定脑袋 真正屁股决定脑袋的那个人 就是跟畜生差不多了 以后下去 他跟畜生差不多 为什么 他这个 牛的屁股翘得那么高 他的头脑也低得那么低 就智慧没有了 只在意自己的欲望 把欲望提高了 人如果把欲望提高 爱吃爱王 贪求这个饮食男女 那他的头脑就变得简单 变洒掉了 所以他变成畜生 这是有关系的 就是人的形体 众生的形体 跟他的这个内在的心理 是有相连贯的 那么极乐世界呢 这些鸟 不是罪报 说这个卢物为此鸟 是是最保存 所以者和 为什么 说彼佛国土无三恶道 这个三恶道都没有 因为到极乐世界 一切都如意了 所以不可能有称恨 一切都如意了 也不需要有贪了 因为所有的贪心 到极乐世界 都可以满足你了 因为你心里想什么 就有什么 他这个 西宝池 罢公得罪里面 你想去游泳 你刚想到 你就到那个水里面去了 到水里面 你说这个水温太暖了 你要降低一点 它马上就清凉的感觉 你说还要软一点 它马上就锐一点的感觉 你说我要潜到水底下去 它马上要沉下去 你想高起来 马上就起来了 不像我们 不会游泳一下去就 掉下去是蹭坨 起来就是蹭杆子 你不会游泳的人 下去就淹死了 极乐世界它不会淹死 就所有的这一切 这个风树吹过来的声音 你想听到的都会让你听到 你不想听到的自动屏蔽掉 它非常明妙 就是一切都从内心的需求出发 所以这个极乐世界 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因此它不需要贪欲 不需要称恨 也不需要在那里 天天睡大觉 怨呼呼的 好像麻醉自己 有些人 他生烦恼了 生气了 怎么办呢 喝酒 酒一醉一解千愁 他喝醉了再说 但是举杯消愁愁更愁 抽刀断水水更流 喝醉醒过来的问题 还是没解决 酒后吐真言 酒后戳乱更麻烦了 就是这个说谱世界 就解决不了问题 极乐世界 它就没有愁 没有愁 它就不需要去戒酒 不需要去麻醉 所以它不需要去鱼吃 不需要让自己去睡着 三恶道 在极乐世界就没市场了 它不需要有三恶道 所以彼佛国土是无三恶道 说舍利弗 其佛国土 尚无恶道之名 连恶道的名称都没有 什么样的状况 才是连恶道的名称都没有 就是两种状况 一种 是你的心已经清静了 已经解脱一切痛苦了 你到哪里都是自在的 所以你的内心生不起恶的那些念头 第二种 你以内心清静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只以上法去帮助别人了 你不会去强迫别人 不会让别人难受了 这个时候 哪怕你去度一个众生 像极乐世界里面也有防护众生 那些防护众生在莲花包里面 你哪怕去度它 你也不用以贪嗔痴来引诱它 所以极乐世界它就没有恶道的名称 恶道之名 何况有识 就哪里还有真实的恶道呢 是不可能的 那不可能的为什么还有鸟呢 还有鸟 这些鸟是阿弥陀佛想 想什么 想使这个法因 令就是使令 使令这个法因 什么法呢 就是佛的界定会 佛的知见 佛的正法 法因要宣流 宣要宣传 宣讲 我们现在 在这个世界 你看讲经说法 还有师父讲 在极乐世界 让鸟来讲 不要人来讲 我们现在 有时候也不用我讲 大家有布经机有没有 布经机你看 你布经机打开 让布经机讲 我们这个世界高科技发达了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是 只是你那个布经机的形状 可以做出不同的样子来吗 你做一个孔雀的样子 也可以 做个鹦鹉的样子 也可以 不管你做什么样子 但是你打开的声音 它就给你讲法 那我们现在还 还搞个波经机 还要一个开关 还有点充电 这个麻烦还很多 极乐世界 绝对是全港印的净土 什么叫全港印 大家去很多宾馆 你知道那个港印门 你一到门口 那个门就打开了 你一走进去以后 门它自动又关起来了 哎呀 我觉得在一百年前 或者一千年前 谁能想得到 这个门 你忍到那里 你看你想它开 它自己就开了 你要走了 它自己就关起来了 极乐世界的那些水 七宝池八宫得水 所有的世界 空气 环境 都是你随心所做 你心里怎么想的 它就会怎么产生 按照我们现在的 量子物理学的 这个科学发展下去 极乐世界绝对是 最高级的科技成就 但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材质还有问题 还达不到 但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已经可以达到了 比如说感应 感应在一千年前 是不可想象的 那这个佛教讲的 天眼通天耳通 天耳通 一千里以外 你听得清清楚楚 那现在我们手机 不像一千里 三千里 五千里 一万里都可以 听得很清楚 在过去我们 达不到的时候 以为实在太不可思议 其实当你到 极乐净土的时候 你发现 也是很平常的 没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你已经达到 那个水平了 所以极乐世界呢 阿弥陀佛他要把这个 法音宣流的时候 他就有这些鸟啊 这些树啊 这种种声音 宣扬出来的 都是佛要宣讲的妙法 法音宣流 变化所作 不是真正的 有果报的众生 在那里受苦 不是畜生到的众生 在那里受苦 而是佛的愿力 使极乐世界呢 变得更加的庄严 那么这里面 除了净土 阿弥陀佛 有这样的庄严以外呢 华藏世界的 重重无尽的庄严 也是如此 华藏世界的 庄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啊 大家觉得 在这个娑婆世界很苦 在六道轮回 我们要赶紧解脱 是因为我们有我执 但是有一天 你我执破除了 法治也破除了 你也回到这个世界来 你也来到我们妙国寺 也来到我们的讲堂里面 你发现这个世界 也非常的美好 真的 我们觉得不美好的 当你解脱自在了 你会发现 它非常的美好 这一切都是变化所做 我们现在体会不到 当你有一天成就了 你发现 原来你也是变化所做 什么变化 是我们的业力变化 我们现在是造了 很多的业力变化所做 我们造了业 自己不承认 不想买当 所以你才苦了你 比如说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 投生来了 你既然来投生 你就得死 因为世间就是 有生必有死 他的规律已经在那里了 投生我们比谁都跑得快 投生我们比谁都跑得快 有个小孩子问他妈妈 我怎么来的 他妈妈说 好像有很多的 这个精子 他跑到那个篮子里面去 有几万个 那跑到一个 所以你跑进去了 所以你投胎了 那个小孩子想要把你笑起来 他说 那个时候一万多人比赛 几万人比赛就我跑赢 他来到这个世界 你看我们这个世界 是自己投胎来的 你投胎是自己投过来的 投过来了 你有生了 但那个死就带着来了 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死 是不是 你愿意死吗 当然不愿意 不愿意死 你也得死 你又 自己造了这个因 你不愿意买这个当 不愿意有这个果 所以你骂了别人了 别人骂你 你又不愿意听 这就是你 得了这个便宜 你不愿意买当 这就是自私的表现 我们人有这个私心 有这个迷惑的地方 那么极乐世界 他就不会有这些迷惑 那么明无自信的人 他也看见 如是阴港如是国 看到像勇家大师告诉我们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我们现在在梦里面 看到六道来来去去 跟做梦一样 非常的有意思 变化所做 也同样是变化所做 只是我们没有觉醒 不知道 所以极乐世界 本质跟华藏世界 没有两样 跟佛的世界 也没有两样 这是第二点 就是不要怀疑 极乐世界有三个道 第三是 枫术的声音 舍利福 笔佛国土微风吹动 珠宝杭树 吉宝罗王 出微妙音 譬如百千种月 同时俱作 文士应则 自然皆生 念佛念法念生之心 这是他的风吹到树 笔佛国土 这个微风吹过来 吹到哪里呢 吹到那个珠宝函树 吹到树上 以及呢 宝罗王 这个树跟罗王 是代表什么 树也是代表定 定的庄严 就七宝函树 七宝罗王 七宝池 这个黄金为地 所以大地呢 是代表基础 我们大家坐在这里 你看 地是代表基础 是持戒 戒清净了 你生命的基础就有了 所以做人 第一个是你要有德行 如果一个人没有德行 他做人的基础已经失去了 那些家庭不合的 一定有德行不够的地方 在过去讲 有一副人家 这个非常和睦 隔壁的一副人家呢 就天天吵架 这个吵架吵得最后 不可开交 受不了了 看到隔壁邻居呢 一家人这么和气 这么和睦 他就想不通 有一天他跑过去问对方 你家为什么 人也这么多 几十号人 我们家也几十号人 差不多的 条件也差不多 为什么你家都这么和气 我们家都这么鸡犬不宁呢 那对方就跟他说 他说我们家都是坏人 你们家都是好人 所以你们家都会吵 我们家都不会吵 坏人应该吵得更厉害呀 为什么坏人都不会吵 我们都是好人 为什么还会吵呢 他说我们家都认为自己是坏人 别人都是好人 所以有什么错都自己认错了 我们就谁也不敢吵 也不会吵 因为所有的错 大家都担当了 你们家都认为自己是好人 别人是坏人 所以老是指责别人 老是说别人 说了说去 彼此说了说去 你家就鸡犬不宁了 这个道理就是如此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呢 你的德行如果不够 基础如果没有了 你就不稳了 像地震一样 地震就是地不稳了 才会地震 这个地上面的众生就遭殃了 如果一个人 一个社会 这个公共道德的观念 如果没有了 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人 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的人 就遭殃了 尤其是他的子女后代 父母亲如果德行不够 这个子女后代 到他这里来投胎 都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不过换句话说 也只有倒霉的人 才会到这样的家庭来 这不倒霉的人他不会来 因为你德行不够 他只配那些没德行的人过来 那这样子 它基础是戒 那定呢 它是七宝函数 是四周的围囊 就当你竖起来了 就是定 稳定 所以我们 在家里睡得安稳 是因为你有房子 有墙 所以你睡得很安稳 所以有定 那上面有盖住呢 是会 就用智慧来笼罩着自己 所以极乐世界 你看 微风吹动的时候 珠宝 寒树 吉宝 罗网 出微妙音 就是出 借定会的声音 定会等词啊 定也有 会也有 如果光有定 把你圈在那里 你心很安 但是你没有智慧 看不到蓝天 什么叫看不到蓝天 你要仰望星空 现在我们领导人 呼吁我们 这个中华民族的子民 要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 就是你看看天 你要找找你的天理 做人也没有天理 天理是什么 天理就是良心 良心是什么 良心就是你优良的心 你的心里面 没有痛苦 没有伤害 这叫良心 你不要说 哎呀我是很有良心的 那个人很坏 所以我气得要死 你气得要死 就是没良心的 你不能气 那才叫良心 就优良的心 优质的心 一个有良心的人呢 对你好 你也好 对你不好 你也好 才真正有良心 所以我们要学会有良心 念佛的人是有良心的 因为你心中有佛 不念佛的人 有时候就没良心了 有时候心里就烦起来了 你的良心就没了 所以极乐世界呢 它的风轻轻一吹动 这个风吹动 是代表事物的变化 因为风吹来就会动啊 那生命在生生不息的 就会在变化 所以在变化的时候 你的定和你的智慧 就表现出来了 定有两种 一种呢 是产定的定 就坐在那里不动 身也不动 心也不动 跟自然一样 跟木头一样 这个定呢 如果多了 智慧没有 这个定久了以后 你会变成石头 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们不要念石头 你要念佛 念佛呢 你定多了以后呢 就变成佛 那比较好 念什么 心就变成什么 跟什么相应啊 那念佛呢 它不但有定 专注 但更重要 它有慧 慧是什么 就是你清楚 你在干什么 这叫智慧 你不清楚 你在干什么 这叫没智慧 所以诸位 如果你每天保持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发现 很多不该说的话 你就不说了 很多虚伪的话 就不说了 很多伤害别人的话 你就不说了 因为你知道 这话说了以后 对事情解决 没帮助 反而把你家庭的关系 搞僵了 搞坏了 把事情搞砸了 这些话都不说了 那你自然就有智慧了 所以呢 保持安定 是一种定 定会等词 是更好的定 什么叫定会等词 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保持自己有智慧的心 有智慧的心 但是你的心也不乱 就比如大家在听课的时候 你感觉心好像也没什么乱 你只专注在那里听 在听课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小子坐下来 没感觉 如果你一个人坐在那里 腿痛得要死 什么原因 因为你专注 所以在听课的时候 一方面你听到了内容 清醒的 就是你增长智慧 另外一方面呢 你不知不觉的 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你再增长定力 诵经也是一样 就诡经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增长智慧 增长定力 那么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在吃饭 在做事 在走路 在开车 也是处在这个状态 也会是定会等词 所以极乐世界 你看 它只要稍微移动 心移动 或者你要去干活了 身体移动 微风吹动 微风就是你的起心动念 大家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 因为你心里想来 有没有心里不想来的人来的 不可能有 因为你心里都不想来 你怎么会来呢 你肯定想到今天要上课 你才会来嘛 是不是 所以你想的那叫微风 你刚开始想一点点 才是一个念头 然后你要不停地想 不停地想 就把你吹过来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 什么风帮你吹来呢 你想要来的 那个风帮你吹来的 那这个微风一吹动呢 它就是珠宝杭树 几宝螺王 两个宝 宝这是宝贵 就用最宝贵的状态 让自己处在定的状态里 最宝贵的状态 让自己头脑清醒 开发智慧 就定会都在增长 所以它所出来的是微妙之音 这个微妙音一出来啊 说譬如白千种月同时俱作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你在这里听完课以后 你听课的这样一个状态 身心清静的状态 然后你到大街上去 你发现那些车水 马龙声音啊 那么多 你对它们一点都不反感 现行清静的时候 所有的声音都变得很美妙 很好 听得很清楚 如果你平时没有通过 这个定会的训练啊 有时候自己可能就受不了了 所以百千种月是指 无数的状态 无数的声音 对你来说都是美妙的音乐 那么听到这些声音呢 都是在自然而然的 就升起 念佛念法念生的这个心 就是保持觉醒 保持正念 让自己心变得很清静 最后呢 是总结 结探功德成就 说舍利弗 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专严 就是 这个衣报当中 它这个法音的宣流 从鸟到树 到风 从动物到植物 从动态到静态 都是产生法的引导 而不是呢 这个靠阿弥陀佛 大师知菩萨 光世音菩萨在那里 讲法教导 我们大家 听经文法 这一生当中 安尼生命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真正会听的人 听完了以后 以听法的智慧 来观察你的生活 你会发现 你的生活当中的所有声音 都给你讲无常 都给你讲无我 都给你讲空 都给你讲和谐 世间万事万物 春夏秋冬 那么和谐 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在我们的贪子太重的人 你体会不到 体会不到不要紧 我们直接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到极乐世界 慢慢再体会 也不迟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专严佛净土 专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